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如此验证者令员马孝叔将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亲身验证高跟鞋对驾驶存在的安全隐患 并对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 还原车祸危机瞬间揭露真相 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小妖精 你吃满了 太平安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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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久不见你有这个嗜好啊 不是 我跟你说很多人啊把这个开车出车祸归咎于高跟鞋 所以我就想以身试法然后看看穿高跟鞋到底能不能开车 结果发现穿上去以后连走路都走不了更慌开车 那是你不会穿 你看我 我今天就穿这个开车来的 我平时都穿高跟鞋开车 一点事就没有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我可以掌控它 我给你讲不厉争 那个我做一个装置 然后呢 你一个人没有用 你需要找更多的人来进行实验 咱们来拿实验说话 为了更好地观察到高跟鞋和平底鞋在驾车时的区别 宁元决定利用这个装置 通过还原女性驾车时的状态来分析高跟鞋对女性驾车时产生的影响 此时 宁元的道具准备得差不多了 马笑叔会找谁来和自己一起进行测试呢 模特 时尚界的宠儿 梯台走秀 商业活动中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除了良好的气质 完美的身材比例外 高跟鞋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美丽武器 由于需要长时间穿着高跟鞋 他们对高跟鞋用很好的驾驭能力 为此 马笑叔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模特培训中心 决定从这些模特中间挑选几个人和自己一起进行测试 咱们今天做的这个实验就是要看一下女兄穿平眼鞋还是穿高跟鞋 开车到底有多大差别 那你们平时开车有没有经常穿高跟鞋 有吗 有 举手 有吗 行 咱们五个人 这是聊都平安鞋 是吧 对 就在这里 这个凳给我们看 我先告诉你 我找个人 他们都是模特 这几位都是经常穿高跟鞋 他们就是这几位都是经常穿高跟鞋开车的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实验对象应该 特别合适 特别合适吧 你先告诉我们怎么做 女员制造的这个仪器有两个踏板 分别模拟机动车的刹车与油门 很快 他将邀请马小叔与其他几名模特 分别穿平底鞋和高跟鞋进行测试 模拟遇到紧急制动时 脚迅速从油门换到刹车的过程 并通过音频软件 记录彩下两个踏板时的声音 从而算出时间差距 高跟鞋和平底鞋在驾车时 究竟会不会存在差异呢 马小叔决定 先来测试一下 穿上平底鞋时 踩动踏板的时间间距 有了 我这个数据已经接下来 我这个数据有了 行 那换一个女生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水有点贴心 你先试一下 你坐一边试试 行吗 距离 可以 一会儿你先踩着油门 对 先踩下去 然后一会儿我们说开始 你就瞬间放开 然后猛地踩下一个 所以像你现在好像 你再不踩下去 你就要坐到墙上了一下 好 来 准备 准备好了呢 你好 开始 有吗 看一下啊 行 有了 谢谢 你们两个反应时间差不多 好了 很快 通过实验 我们得到了余下志愿者 穿平底鞋测试时的数据 平底鞋测试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包括马肖叔在任的几名志愿者 反应速度都很快 那么 换上高跟鞋 他们是否还能够应对自如呢 为了确保实验的准确性 我们为志愿者准备了同样的高跟鞋 好 第二 换下一个位 下一个位 来 好 这个结果已经理算了 挺有意思 你看第一轮的时候 平底鞋 大家虽然开车技术识程不一样 但是平底鞋都差不多 通过对志愿者平底鞋 与高跟鞋数据的对比中 我们看到 虽然每个人的数据都各不相同 但五个人的反应速度 均出现变慢的情况 可见 高跟鞋确实影响了 女性驾车时脚体的反应速度 我们根据换算 求取出反应时间的平均值 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 穿高跟鞋要比穿平底鞋 满0.2秒 这0.2秒 是高跟鞋和平底鞋 在踏板转换间出现的差距 而这小小的0.2秒 又会给行车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日常生活中 一眨眼的时间为0.1秒 而0.2秒的反应差距 仅相当于普通人眨眼两次的时间 这样微小的差异 真的会对驾驶带来安全隐患吗 在城市中 私家车的车速 一般都稳定在 每小时60到80公里 遇到堵车的情况时 车速一般会在 每小时30到40公里 那么 在不同的车速下 0.2秒的反应差 又会给驾驶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为了找到合适的场地 两位验证者来到了北京市公交驾校 选择了这里的一条封闭路段进行实验 宁员想通过模拟城市中 突遇紧急情况导致的急刹车 来测试平底鞋和高跟鞋 在驾车过程中出现的差异 所带来的问题 通过对比滑行距离 来发现0.2秒的差距 对驾驶是否存在影响 因为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实验开始前 宁员用追行口 为马晓苏隔离出了一条 长150米的跑道 在终点的位置 画出了一条紧急刹车线 当车辆到达时 进行紧急刹车 来观测车辆的滑行距离 那么0.2秒的时间差 是否会对驾驶造成隐患呢 在不同的速度下 结果会有所不同吗 你先下来 你看啊 我拿这个追桶啊 已经给马来的将近100米的那个跑道 然后呢 一会儿你开车从这过来 穿这个平点悬 先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这个黄线这位置刹车 在这儿刹车 对 我那儿有一个盘纸 我要测一下你这个 30公里每小时 穿平底鞋的时候 刹车的自动距离是多远 我是从这边开过来吗 对从那边开过来 对从那边开过来 就在这个跑道上 30千米每小时 对 会不会有点慢呀 然后再测一个60的 一个慢速一个快速 行 行慢 好 第一轮是3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冲过来 然后在黄线这边停 看你能撒多远 好吧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准备好 直接过来吧 你让我车头到黄线 我就踩刹车啊 对 对 好 我现在出发 对 停 你下来 你下来 你知道你三倍多远啊 我反正差不过一车的距离 因为我在这儿 我是车头多线 我反正都差不多 这30千米小时 就有三倍啊 没有正常 这是正常情况下 差不过 因为这一车是手动挡 所以 这个一车的距离应该差不多 这样咱先把这个地方去记录下来 是我30千米每小时 穿平地鞋的位置 咱得记录他的车的距离 在这儿 我看他胶带 马小叔穿平体鞋 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紧急刹车 车子的滑行距离为4米 已经相当于一辆汽车的长度 那么 如果把车速加到每小时60公里的情况下 滑行距离又将会出现 怎样的变化呢 马小叔 你这边随时准备好 随时开始 出发 我现在出发 手动打切换到就是千米每小时 这么短的距离 这就是不容易 距离 之前的距离 我就来说 你怎么可以 给你踩银子 不容易 可能多少有一点圈差 但是这个太离谱了 这才60公里每小时 我们看到车速提高了一倍 车子的滑行距离达到了8米远 这样的距离有些让马孝叔惊讶 在穿平底鞋时速为每小时30公里 与60公里测试的情况下 刹车距离分别为4米和8米远 那么换上高跟鞋进行实验 结果会发生变化吗 为了提醒马孝叔刚才的刹车距离 宁远首先在距离刹车险4米远的位置 摆上了一些假人 马孝叔你这边准备好了吧 我在终点这个位置给你买了一些假人 然后一会儿你就在刚才的那个 那个刹车的位置 你就刹车 然后看对这个假人有什么影响 好的好的收到 我准备好了 好马孝叔你这边随时准备好随时开始 好37米每小时的速度 穿高跟鞋开车的刹车实验 开始 出发 你是不是提前发车了 没有啊 你是提前发车啊 没有啊 我就是到 你前面是谁家 是不是你家 没有 虽然马孝叔在假人前面及时的刹住了车 但通过回放我们看到 马孝叔在刹车线之前一米处就开始紧急制动 通过测量我们发现 30公里每小时下 穿高跟鞋刹车比平底鞋滑行距离多出两米 如果是真实路况下 很有可能出现事故 那么 如果当时速加到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 滑行距离会进一步扩大吗 这一次 宁愿将假人摆到了距离刹车线8米远的位置 一会儿的实验结果又会如何呢 第二次穿高跟鞋开车 60千米每小时 速度的刹车实验 准备出版 你刹车了吗 你说了 这比刚才 又多了至少5米 你是脚上没感觉吗 还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很好啊 就跟正常一样 我跟正常一样都踩刹车的 不可能啊 我觉得是什么 刚才现在就在这儿吗 对啊 这是刚才第一次 那个60千米每小时的 等等 等一下 我再试一次 你再试一次 我再试一次 我估计可能是 行你试一下 我再试一次 对于这样的实验结果 马肖叔显得很吃惊 那么再来一次 实验结果会有所不同吗 刚才我开了 3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 跟高跟鞋穿平点鞋 两个距离是差不多的 但是60千米每小时 第一次 居然差了一车的距离 一个车长的距离 所以我觉得 我得试第二次 这应该是有一个几率吧 好 我们都准备好了 你都准备好 好 随便开始啊 好 我现在出发 第二次时间 出发 说你以后还敢开窗户再开车吗 你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怎么会呢 幸好我们这把人单都清开了 这次实验中我们看到 马小叔停住的位置 相对于平地鞋时 要多出四米远 模特被车辆狠狠地撞倒在地 如果这是在真实的场景下 被撞倒的是正在过马路的路人 那么结局 无疑对驾驶者和受害者来说 都是无法逆转的悲痛 两组实验结束 我们发现 0.2秒的细微反应差距 竟然会给驾驶带来如此大的隐患 穿钩跟鞋紧急刹车时 车辆的滑行距离明显要比平底歇远 随着车速的提升 这种危险的差距也在相应地扩大 那么这0.2秒的微小差距 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如果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是否就能够避免 因穿高跟鞋而出现的车祸了呢 我穿高跟鞋会不会因为穿高跟鞋的缘故 它肌肉长时间的使劲 或者怎么样 什么小问题 在做 对 说实话 就是长期穿高跟鞋这样紧绷的状态 肌肉会有点痒 会累吧 对 但是它对肌肉有什么影响 它是做的 很多女性都有过相同的感觉 在长时间穿高跟鞋后 小腿会有一些酸痛 这是由于高跟鞋引起的 小腿肌肉紧绷所带来的结果 是肌肉疲劳的信号 女性在穿高跟鞋开车时 小腿肌肉同样会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 0.2秒的微小差距 会不会是因为小腿肌肉紧绷 带来的肌肉疲劳引起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 宁元和马小叔来到了北京市德尔康尼骨科医院 找到了这里的康复中心主任王凤文寻求帮助 这个机器就是等速肌力测试仪 用来测试肌肉的疲劳程度和反应速度 马小叔将通过这个仪器来测试穿高跟鞋运动 小腿肌肉力量的变化程度 在此之前 马小叔决定 先来测试一下正常情况下小腿的肌肉力量 以此作为一个基础值 来 做五个同样的动作 准备 开始 来 这儿 对 对 很好啊 一个 对 两个啊 两个 对 加油 好累啊 四 对 OK 你整个背上都要使得 对啊 所以一天六 为了实验数据的准确 应援决定 让马小叔穿高跟鞋跳绳100下后进行测试 马小叔的肌肉力量会有所变化吗 我们看到 马小叔这次明显感觉到了小腿的疲劳 那么 和上次的测试数据相比 这次会有多大的变化呢 您这鞋不鞋的 换上鞋 换上鞋来着鞋 好 换上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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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换上鞋 来 接下来是鞋 来 同样的动作 来 预备 开始 对 这样 非常好啊 对 加油 我脸都变好 非常好啊 我 对 OK 停 妈妈 给你看一下 算了吗 来 我们眼睛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什么的差距 这是第一次的 这是52牛顿米 这是47牛顿米 差距不大差了5牛顿米 正常范围就是将差10% 我们发现 相对于平体鞋 穿高跟鞋跳绳 更容易导致肌肉疲劳 激励下降 但肌肉本身 具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 短时间高强度的运动 对肌肉的反应力影响不大 况且 穿高跟鞋开车时 小腿肌肉的运动幅度 远不及跳绳这么剧烈 那么 如果更换实验方案 选择一种肌肉运动幅度 最接近开车时的情况 测试结果会有所不同吗 开车的时候 更多的可能是 比较自然的这种运动 所以我觉得 相比于跳绳 还是说走路 可能更适合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 堵车的情况 这个过程 有时需要很长时间 小腿长时间的紧绷 自然会出现 酸痛的症状 这个时候 穿高跟鞋驾车 是否会因为激励的下降 而导致肌肉反应力的降低呢 宁元决定 让马孝叔穿上高跟鞋 在跑步机上行走一小时 来判断长时间的运动 是否会对小腿的肌肉力量 产生变化 我发现 我发现你穿这个高跟鞋走路的时候 一般 就是咱们正常走路的时候 都应该是臭脚跟鞋着地 对啊 在你穿高跟鞋走路的时候 你是脚的这个位置 我还臭脚跟鞋 你看 你还臭脚跟鞋着地 就是全面受进去 还是这样的 对啊 直接锁了 直接锁了 有劲儿 为什么这么沉呢 继续一个 继续 好 加油啊 继续一个 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 OK 你看通过这一系列测试呢 你短时间内穿高跟鞋 和穿平跟鞋 差别并不大 其实并不大 通过两次对比实验 我们发现 马笑叔穿高跟鞋 在走路和跳绳的情况下 小腿肌肉力量 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也就是说 这0.2秒的时间差 并不是由于小腿肌肉的影响导致的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那0.2秒反应差距的出现呢 我说什么啦 这个短时间 其实咱们模拟的 就是平时开车的时间 虽然说能对肌龄 但是 这个高跟鞋 咱们刚才测试也是 也必须得穿上同样的平时 也能测试 说明他这个高跟鞋 对发力影响很大 所以你找不到肌肉的毛病 你就找鞋的毛病 那咱们还得再设计一些实验 就是高跟鞋的问题 嗯 经常穿高跟鞋的女性 验试试者决定通过实验找到答案 考虑到实验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们不可能在真实的路况下进行测试 为了找到合适的实验场地 验试者来到了 位于北京市石井山区的 清泉营锐卡丁车厂 这里有着全亚洲最大的室内卡丁车馆 赛道全长1200米 其中包括18个弯道 赛道为柏油路面 最大程度的接近生活中真实的道路情况 那么宁园将在这里 怎样对马孝叔进行测试呢 这么大啊这里 还有人呢 最慢的那个是吗 快点 天哪 这水平也太刺了 我想问问你啊 您老家这个驾照是怎么拿到手 我满份 你满份怎么会开成这样 太慢了 咱们在医院不是说 这个根高根低 这个开车有什么影响 这个血呀 慢点慢点 你刚才水平就是因为鞋的影响 直接影响 要么就是刹车感觉不到 要么就是油门感觉不到 是因为你 他男生嘛 必须不穿高跟鞋 开卡电车 人的上是不可以穿高跟鞋 是吗 这个赛道里有人穿高跟鞋 没有过 没有过 他是第一个 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手 你穿高跟鞋不习惯 要是不过 那你别穿牛 你把衣服换上 咱试一下 好吧 没问题 那我们就换衣服 你给我准备鞋啊 通过尝试 宁园发现 穿高跟鞋驾驶 困难重重 并且十分危险 但马孝叔却不以为然 并显得自信满满 那么接下来的实验结果 究竟会怎样呢 为了清晰的记录实验过程 宁园在卡丁车上 加设了小型摄像机 来了 你看啊 我给你准备了不同高度的 这是四厘米 然后这是八厘米 这是十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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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十二厘米 不同高度的根 好 一会儿你就穿它们试一下 但之前你先 平点鞋 穿平点鞋 对 先跑一会儿 感觉感觉 行 然后把头盔带上 为了证明 穿高跟鞋驾驶 更容易导致 发音直缓 从而带来安全隐患 在穿高跟鞋 进行测试前 应援决定 让马孝叔 先穿平底鞋驾驶 跑一圈 并记录时间 作为参考数据 马孝叔 马孝叔现在还不是很熟悉 现在这个赛道 但是因为它毕竟 有这么多年的驾驶技术 所以 整个开出来还是比较溜的 我们看到 穿平底鞋测试的情况下 马孝叔快速 并且顺利地完成了测试 那么它的成绩如何呢 现在一分半 找 现在你感觉这一圈 开感觉怎么样 它挺顺的 一个圈上手 挺顺的是吧 好 接着这个感觉 把这个谁换上 这是四厘米的 你这么急 这太矮了 因为我又不顺着穿你了 你一小时 往下 对于马上要进行的四厘米鞋跟测试 马孝叔显得胸有成竹 那么 结果真会如此吗 等一下啊 先别开 我先洗不洗一下 洗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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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位前后合适吗 可以 嗯 感觉一下 还可以 开没问题 那你就别着车了 我们出发了 小丁 你急好了吗 好 我这边准备好了 你这个后轮一出现 我就自己驶啊 行 预备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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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换上那个鞋,他也适合 对对对,他心里没谱一点 慢慢地试一下 对 好,我不告诉你,你觉得呢 我觉得差不多,跟平点鞋 你觉得差不多,我先不告诉你,好吧 我先不告诉你,然后 再换一双 这个,这个是8厘米的 我的天啊,这二鞋叫也太优长了 不好开就是不好开 不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跟平点鞋差点多少 多一下,谢谢 没多大区别 这两个,我觉得应该也没太大区别 第一就是我平时穿上最多的鞋 好 你现在啊,你现在对路况也是越来越熟悉了 对啊 嗯 嗯 路况是越来越熟悉了,我对车也越来越熟悉了 对 但是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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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所有的担心在鞋上都会出现的 对 我看车又回来每次都会出现 好 好 好 准备 出发吧 嗯 不 好 嗯 它拐弯的时候它减速的时候已经 它已经不灵活了 对对对 怎么样 习惯吗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有差点 你说你说 我实在不想说 我以为我踩下去了 但是没踩下去 因为我的脚是垫着的 平时我穿没点鞋 可能我垫着 我就已经觉得我踩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我踩下去 但是没踩下去 我觉得我踩起来 但没踩起来 现在是我穿这个鞋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也还行 那我说你可能会比之前的车子慢了 慢了一点 慢了可不止一点 我不告诉你 我这里不告诉你 那个你先出来 还有一个根 和之前四厘米的测试相比 穿八厘米高跟鞋测试时 我们看到车速明显变慢 在弯道时出现了难以控制的情况 马孝叔自己也承认 确实对驾驶存在影响 但尽管这样 他还是完成了测试 并没有发生意外 那么最后一组12厘米高跟鞋实验 又会出现哪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是 这边有12厘米 12厘米左右 嗯 我觉得女生的世界真是不懂 完全就没自信了对不对 完全就没自信了 平常 你知道吗 快升高 你真的得起立吗 太细了小尿 你简直 准备好了你就走啊 我跟你计时 别别别 要我要我面前 好吗 别别别 我要调整 这真的很好 但是你一般在车上 你是看不见这个脚的 你一般顺着就踩了 你找个鞋 是是是 这是我寄料到的 但是你要小心点一会儿 别急要把鞋撑起来 鞋撑起来 啊 你不可能也踏进去 帮你试一下 好 这个摄像机会一路记录你这个鞋跟的反应 走吧 走 你是不是不敢开了 这个鞋太高了 对 虽然这个赛道不会出危险 但是他现在心里 他自己能看着脚丫子够不着那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慌了 这个虽然跟真车有差别 就是他的结构啊 操作方式都跟真车有差别 但是相对于这四个高跟来说 四个不同高度的根来说 它是有一定的通考价值的 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样子 对啊 相比较之前的测试 这次的车速变得更慢 并且可以看出 把销出在竭力控制车身 避免发生事故 但尽管如此 危险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你是撞了吗 现在这个赛程应该刚走了有一半吧 这个整个路程 对 时间可用了不少了 对 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第三条路子 停 你想知道你这一圈的时间吗 来 谁帮我剪一下 来 老师您帮我剪一下 我崩溃了我 不这样吗 太崩溃了这一圈 就是速度根本上不去 也不敢上去对不对 不是 我跟你说我根本就感觉不到 刹车和油门的那个 你知道开车的人都会有一个点 我懂 你大概到那个点就知道要加速了 但你感觉不到你给我选的这双鞋 小酿 这都是你平常喜欢穿的鞋 干嘛 这叫什么 这个叫 这叫防水台 水台 有这个防水台 就像你在你的鞋底下垫了一根块一样 你根本就感受不到你倒没到那个点 所以我每一次出去都是有一个推背的感觉 为了降低 由于鞋跟高度增加而导致的脚步不适 十几厘米跟高的高跟鞋 一般都会配备防水台 这会导致驾驶员对踏板感知的不明显 不能够很好的判断 踏脚踏板的深浅度 很容易产生操作不到位或操作过度的情况 极易发生危险 你觉得 你先说你觉得 就是平底鞋和4 7 10到现在12 就是你觉得哪一个上来就更舒服 我觉得就是4 5公分的那个 跟平底鞋差不了多少 然后7厘米的 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脚因为绷得太厉害 所以你用了下10厘米 到这个12公分的因为有防水台 那就更没有触感 咱们试了 实际上第一圈你在试圈的时候试的是平底鞋 然后最后一个是高跟鞋 中间有7厘米和4厘米 然后给你看一下程序 你最后高跟鞋的 2分34秒 这是最后一圈 就是这个鞋 和第一个差的一分钟 通过对实验数据及过程的分析我们看到 随着高跟鞋鞋 随着高跟鞋鞋跟高度的增加 车辆行驶一圈的时间也在增加 马肖叔对车辆的控制力 却在逐步降低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女性在穿上高跟鞋后 高跟鞋的鞋跟越高 脚掌的支点就被抬起的越高 并且 高跟鞋的设计 都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根据杠杆原理 离支点越远 所用的力就越少 而高跟鞋这个弧度 使得只有前脚掌中部一个点着底 这样 从前脚掌落地点 到鞋跟之间的距离 相应地缩转 用同样的力气踩刹车 力度也会相应地减弱 通过一系列实验我们发现 高跟鞋的鞋跟 确实会影响脚对踏板的控制 随着鞋跟高度的增加 脚对踏板的控制力度就越弱 导致反应速度 会越来越迟缓 随之而来的危险也就越大 四五厘米的高温鞋 和平米鞋持有多少 如果我穿着四五厘米的高温鞋 开车我觉得问题不大 还有 正常情况下 车跟踩铃车还是不一样 不会躺得这么低 不会踩板是90度 就是说白了你还不甘心 还挺需要真车实验 而且我觉得既然这样好 我不穿高的 我不穿七八厘米的 我也不穿十几厘米的高温鞋 我就穿四五厘米 我觉得开车应该没办法 既能保持美观 又能开车 那再给你找点真车 对啊 走 生活中 很多女性的想法都和马孝叔类似 认为选择鞋跟低一些的高跟鞋 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通过之前的实验 我们也看到 在四厘米鞋跟高度实验时 不管从时间还是过程来看 都和平底鞋实验十分接近 那么 是否鞋跟低一些的高跟鞋 对驾驶来说就安全呢 为了找到答案 验证者来到了北京市公交驾校 宁愿决定在这里 对马孝叔进行真车实验 驾校内 按照等比例缩小的方式 模拟了北京市五环路段的道路情况 最大程度的 满足了我们对于实验场地 真实性的需要 同时 考虑到实验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 宁愿决定 在驾校教练的陪同下 进行实验设计 通过和教练的交流中 我们知道 很大一部分车祸 是在车辆刹车和病道时 来不及躲闪而发生的 为此 应援决定 安排车辆对马孝叔 进行突发情况的测试 分别在狭窄的执行道 和有病道的道路环境下 进行紧急刹车的实验 观察马孝叔 在穿五厘米高跟鞋 驾驶的情况下 是否能够及时应对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这样 那个车你够准备好了吗 准备 你先穿这个现在平点鞋 你先试一下 我去试试车 然后我也看着跑一圈这个路 行 然后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我先试试 此时的马孝叔并不知道 针对实验 宁愿有着另一套计划 那个马孝叔并走吧 嗯 刚才我说的这些 全部都忘了 咱们执行方案B 好 在家校里边开车 总是有一种 本来就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 这怎么这么多转弯啊 我必须得把这个路线记下来 就在马孝叔熟悉路线的过程中 宁愿通过对讲机 布置好了隐藏的车辆 他们将根据宁愿的指示 给马孝叔制造突发情况 考虑到实验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宁愿特意请来了医护人员 来确保实验人员的安全 这个是五厘米 高一点 高一点点 你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对吧 没问题 就对我来说都是 需要平跟啊 来吧 来 换鞋去 面对五厘米的高跟鞋 马孝叔显得信心十足 他的这种心态 能够保持到实验结束吗 宁愿的B计划又是什么呢 上路 上路 马肖叔没想到 车还没走多远 他就遇到了一个麻烦 这脚垫不行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 这个脚垫太滑了 在穿平底鞋开车时 汽车脚垫可以帮助我们吸尘去污 防止鞋底的水分脏污 造成离合器油门及刹车间的滑动 但当女性穿高跟鞋驾驶时 脚部通常以鞋跟为轴心去运动 力量全部集中在鞋跟处 很有可能把脚垫踩得卷起来 导致无法正常对车辆进行控制 我们看到 刚才马肖叔脚下的脚垫 已经被他踩得卷了起来 严重干扰到他对油门及刹车的控制 幸好他及时把车停下 否则后果十分危险 把脚垫去掉的马肖叔继续上路 此时的宁愿则准备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出发出发 现在想应对我的测试已经算正式开始了 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准备转的车 现在路上的车还算正常 现在一号车准备待命 一号车上 加速车 这怎么突然减速了呢 肯定是想宁设计的 我保持距离慢慢开 肯定没有事 这次测试 面对危险 马肖叔依然成功躲过 这样的结果 有些出乎宁愿的意料 还剩下最后一次的测试 马肖叔还能够顺利躲过危险吗 我觉得马肖叔现在经过之前的惊吓以后 他现在对周围的突然穿过去的车 都可能会觉得是我不知过去的 袭击他的车辆 好 三号车 马肖叔现在已经在去你的路上 三号车准备 这次的过程 有些出乎马肖叔的意料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成功化线为宁 我厉不厉害 我觉得你还厉害 厉不厉害 我就算穿高跟鞋开车 我杀住了 认不认输 认不认输 行吧 咱们回去吧 那时候咱们回去吧 那我回走吧 那你坐前面我跟你说走 此时的马肖叔显得有些兴奋 但他不知道 这一切都在宁愿的计划中 好 那个马肖叔以为整个实验也结束 杀手车就位 杀手车就位 实验随时开始 知道 这一切都在宁愿的 怎么样 你们没事吧 不好意思 没事吧 没事吧 没碰上你吧 冲冲大火 刚才就是之前的实验 因为你有预判 都知道这个车会车 所以在这边都走 但是最后 我们也都在家里 通过回放我们发现 马孝叔在面对 突然出现的情况时 高跟鞋明显制约了 他对踏板的控制 从而导致了两车相撞 在前两次进行测试时 马孝叔的防御心理比较强 相当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在时刻紧张的状态下 对于旁边出现的车辆 会尤为注意 但在真实路况下 危险往往会突然而至 我们很难提前有所准备 所以为了追求真实的测试效果 宁愿偷偷地增加了测试环节 在最后一次测试时 马孝叔认为实验已经结束 放松了警惕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 脚下的高跟鞋 制约了它的反应动作 增加了它做出反应动作的时间 从而导致了车祸的发生 5厘米的高跟鞋 虽然鞋跟高度并不高 但是在危险发生的时刻 同样会制约驾驶者的反应速度 这太出过了 就说以后你还敢不敢穿高跟鞋 别开车了 高跟鞋有关系吗 主任 当然有关系了 如果你要穿点平鞋 应该这一起事故就避免了 因为我速度确实不快 对 要穿就穿我的 我光脚开车走可以了 光脚也不行 光脚你这个脚踩刹车的时候 也踩不准 各你脚力度也影响 同样危险 那就必须得穿 就穿我这样 对 像他这种鞋是最好的 穿底薄的 然后运动自如一些的鞋 这种开车是最好的 像你啊 我建议你啊 在你那个副驾驶啊 放一双平地鞋 平常开车的时候 通过一系列实验我们发现 女性穿高跟鞋驾驶 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它会导致我们反应速度的下降 随着鞋跟高度的增加 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明显 最终导致危险的发生 女性驾车外出时 不要心存侥幸 不妨在车里 常备一双舒适的平地鞋 让它为我们的安全出行 保驾后防